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這個我覺得超酷的 還有這種 咕嚕嚕 然後它是就是 嗯 跟小朋友有互動的一款水壺 然後它就是鼓勵小朋友可以喝水 它這個有一個防作弊的功能 然後它現在需要我喝水 它這有出現一個喝水的圖示 好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這句 它到底真的會不會 可不可以呢 我們來試試看 它現在叫我喝水囉 然後就這樣倒 看它有沒有理我 沒理我 所以這個就沒有解除 它這個其實我覺得它很聰明 它就是 它其實會測你的一個 就是你個人的喝水的一個角度 就是你如果很長 就是很高角度的喝水啊 或者是那種平平的喝水 或者是只有這樣喝水 就是它會抓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的喝水的一個角度 然後就是在測量 測量之後 它就會符合你的那個 一個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符合你自己本身喝水的角度之後呢 然後如果你常用那個姿勢喝水的話 你的進擊速度會快一點 好 它現在它剛剛倒水 也是沒有解除好 那我就來示範一下喝水它就會解除喔 好 我才喝兩口而已喔 我看一下有沒有解除 是不是很神奇 很神奇欸 你看我 人用嘴巴喝跟用倒啊 是不一樣喔 第二代新功能表情包 我們來看一下喔 就是它現在有三個 就是新的 就是新的表情包 然後第一個呢 它是愛心 愛心就是 你想 就是給你的朋友就是 跟他說就是你愛他的話 你就可以剩一個 就是你愛他的一個符號 給他這樣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呢就是有 第二個有一個 就是 第二個就是 章魚 章魚 我們看一下喔 第二個就是章魚 然後第三個呢 剛剛有看到 就是油氣筒 就是它有多這三功能 那章魚跟油氣筒呢 它就是 也可以生給你的朋友 然後呢 生給你的朋友之後呢 它呢 必須要喝水 就是 它才可以解除 那個就是 它 因為你 比如說你給它章魚嘛 那它的那個畫面呢 它就會髒掉 或者是油氣筒它也會髒掉 然後它就 必須喝水 它才可以解除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你生給它的這個障礙就對了 但如果你愛他的話 你也可以生就是你 一個愛心給他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有 就是 看一下 看一下 有人寄給我囉 但我也不知道他寄什麼東西給我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先點進去 好 點進去喔 就是油氣筒 好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小動畫 這樣 這樣的時候你就不能進入你的主畫面了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來示範一下 它就是要 就是要把它 喝 喝水 好 好了 你看 它就要叫你要喝水才可以解除 有沒有 好 那我就來喝看看囉 不夠嗎 所以它要這樣喝嗎 欸 它又出現小動畫喔 喔 是不是解除了 就是這麼簡單 搖搖搖瓶子 就可以加好朋友喔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是小忍 他現在我幫他穿褲子妝 我覺得他超可愛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胖子 好 我們要讓他變好朋友喔 喔 有囉 然後你要怎麼買 就是你要用寶石買 就是它下面會有寫寶石 就是喝水的寶石 會有多少這樣 好 那我再用這個買 好 買你就點下去之後 哇 開始變身欸 天啊 它就變身完了 變身完了 就變成你要的這個 你買的這個 配件 就是它有一個功能 很不錯的 這個配件 就是它會有一個新聞台 不定時會推播 然後會 依它的那個 就是 節慶啊 然後不同的那個主題 然後推播一些東西 然後它就會生一個 就是新聞的 類似新聞播報的那種 概念的感覺的東西給你 然後很酷的是 就是 因為我們用APP的時候 會有個大頭嘛 那大頭貼 可能就會出現在 你的朋友圈裡面這樣 好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水弧 真的很特別是因為它 它除了顏色很吸引 就是我覺得很吸引小朋友之外呢 然後 它裡面的角色呢 也是就是 配色也都很可愛 很特別 然後 配件呢 就是一些小東西也都會讓你 很想要收集這樣 然後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真的給小朋友嘛 我覺得大人也可以用 就是 像我就是 本人就是一隻駱駝的人呢 就是 因為它有一些小互動 就會 提高你想要喝水的一個動力 然後 像我平常喝水量就是 很少 那因為有了這瓶之後 我就會 就會一直想要看它有什麼東西 然後 會出一些 就我想要收集配件的話 就會一直喝水 就是當天 喝水的那個量 就是會到達我 我本人的標準就對了 然後 每個人的喝水量呢 其實你都可以在你的APP裡面 它就是你設定完之後 它就有一個喝水目標這樣 然後 然後 這組真的很不錯 就是 推薦給大家